好 来看一下3013叫做桥梁下部结构 桥梁下部结构的话 其实上我们的基础的话 也算为桥梁的下部结构 但他给他单独分开了 那这个地方说的下部结构 要么说的是吧 暗的两侧的桥台和中间的桥墩 暗的两侧的桥台和中间的桥墩 有什么 按照有正立式桥墩 正立式的桥台 有轻型的桥墩和轻型的桥台 从明显来看 所谓的正立式桥墩 主要指的是利用自身的重力 来抵挡受到的贺赞 而对于轻型来说 它是主要是从财 它相对来是比较轻 就算为比较薄 比较轻 利用自身材料的一些特性 来抵挡后方涂体 或重述的贺赞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是重力式的桥墩和重力式的桥台 不管是桥墩还是桥台 他们都是利用自身的重量来平衡外力 那它本身呢 是比较重的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什么 重力式挡土墙 它本身比较重 所以说呢 对下方地基呢 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就像我们这个 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示意图呢 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 我们要真要去现场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桥墩呢 它就是比较笨重的 因为太大了 它利用自身的重量来平衡受的力 所以呢 它对下方的这个图体要求呢 是比较大的啊 这是要做重力式桥墩和桥台 再来看 一般来说用的比较多的是吗 用的比较多的是U型的桥台 就像我们这个 你看 两侧呢 是侧墙 又到耳墙 那这样的话 哎 是一个 对吧 就像那U型的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 就是这样 它是U型 中间呢 是放我们的图体的路基啦 之类的啊 这样一个U型的 一般来说用的这个呢 是比较多的 好 它适用于填土高度 在8到10米以下 或者跨度呢 稍微较大的一些桥梁 因为呢 它本身呢 比较重 所以呢 对于地基来说 要求呢 是比较高的啊 比较高的 而且呢 两个侧墙之间的填土 因为你看U型嘛 U型的话 我两侧呢 这边是墙 很封闭 对吧 然后我中间填上土之后 土里边如果有水的话 两侧的墙 两侧的侧墙 就给它挡住了 水呢 是排不出来的 排不出来之后呢 我就容易积水 所以呢 容易怎么 容易去结冰凍胀 所以导致裂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礼拜的土呢 一定要什么 采用渗水性比较好的 并且做好一些什么 排水设施 你来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后部呢 用一些什么 用一些 透水性比较好的材料 同时呢 在中间呢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碎石芒沟 水进来了之后呢 他把这个水呢 就排走了啊 就排走了 就在里边呢 做一些排水设施 好 这是我们说的U型调台 U型调台 好 大家看 清型调台 清型调台的话 啊 大家看 掌握一些名字就行了 但是呢 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各自的一些原理 各自的一些原理 好 首先的话 第一个是什么 叫做梁桥的清型调台 啊 对梁式桥来说 有什么样的啊 第一个叫什么 第一个叫混凝土薄壁桥 和米国上来看了吧 混凝土薄壁啊 那他的壁呢 你会发现 那在中间这个位置呢 发生了变小吧 相当于中间呢 是比较薄的啊 薄壁 那时光简变 外形美观 一般来说 剩余低级土的一些软弱的地区 第二个呢 叫什么 第二个呢 叫做柱式桥墩 柱式桥墩呢 有单柱式的 有双柱式的啊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个什么 叫做钻孔 装柱式桥墩 那这个呢 其实呢 属于他的其中的一种 只不过在编的时候呢 把它单列出来了 那么一块来给大家看一下 各自的一个啊 首先的话 第一个呢 叫什么 第一个的装柱式啊 叫做装柱式 装柱式指的是 我们你看 这是桥墩呢 是柱式的桥墩 上面呢 用一个盖梁呢 给它合二为一 然后呢 我们在盖梁上呢 放我们搭设 所谓的梁片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它的基础 它的基础的话 是一根一根的装基础 那你看 三个装基础 要在上面放两个 那个桥墩 那没有办法放呀 就呢 在中间呢 修建一个成台 把这三根装呢 变成一个整体 我在上面呢 再去修筑 所谓的桥墩啊 柱式的 那什么 这个装柱式的啊 叫装柱式的啊 它中间呢 有什么 有所谓的一个成台 来起到一个连接过渡 好 再来看第二个 那第二个叫什么 第二个呢 叫做扩大基础 就下面呢 我们不做装基础了 我们做扩大基础 挖个坑 做好基础之后呢 在上面呢 修建 柱形的桥墩 然后呢 再用一个盖梁 来给它作为一个整体 作为一个整体 好 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 就是什么 装柱一体式的 这个呢 在2018年的考过案例题 考了什么 就考了中间的这个细梁 你来看 我下面呢 是一根柱 我一根装基础 这个地方呢 是一根装基础 对吧 一根装基础 上面放一个桥墩 上面放一个桥墩 那这样的话 它可能呢 容易失稳 那所以呢 我们需要将两根桥墩呢 给它联系到一块去 那在中间的这个地方呢 给它交住一个什么 交住一个细梁啊 听说有人反馈说 在2018年呢 考了这个东西 对吧 很多人呢 不知道什么叫细梁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现在这个什么 钻孔装柱式的桥墩 就是我们的这个和这个啊 只不过它的基础呢 是什么样的啊 那所以呢 给它做了一个什么 做一个联系啊 你就知道 这是我们的这个总体 啊 考设计装长了 是吧 啊 现在这个侧墙的话 你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耳墙啊 耳墙 因为它图呢 写的是不一样 它画图的人呢 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啊 这是我们说的注视乔顿啊 联系的系啊 联系吗 联系吗 把两个之间的连到一块去 那个大家的讲义上 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这个做起来太麻烦了啊 还有人问什么是系梁 刚刚跟你说了嘛 把两个乔顿 给它连到一块去 联系到一块去 叫系梁 对联系的系啊 联系的系啊 地系梁是吧 啊 当时的话考的就是这个地方啊 考的就是这个地方 而题呢 我没有拿到 所以说呢 不是很清楚 大家听说有人说考的是这个啊 考的是这个 一个叫地系梁是吧 那也叫系梁啊 所以这个图呢 你就 就发现啊 不是一个东西啊 成台是什么呀 成台是将柱连 不是 将桩基础呢 连成一个整体 然后呢 在上面呢 去修 系梁是什么呀 你会发现 它是将两个柱之间的连到一块去啊 连到一块去 一个柱对应着一个基础 一个柱对应着一个基础 相对来的容易失稳 所以呢 在中间呢 连到一块整体 把它连到一块去啊 然后呢 避免发生失稳的现象啊 失稳的现象 二件没有考呀 啊 没有考 设计装上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啊 这是说的这个地方啊 这是说的这个地方啊 也有中细的 对吧 其实我应该还有一个图 我看看 有没有 稍微等一下 你看 在这 在这也有个这样的系量啊 这个地方也有啊 也有啊 后面还会有啊 好 我们再接着看什么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 就是什么 这个柔性的排架 你看 我们打上了一根根的柱啊 下面呢 也是比较细的 然后呢 上面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概量的来给它做一个整体啊 叫柔性的装排架 它有单排的 有双排的啊 有单排的 有双排的 记着四个名字就行了 第一个呢 叫什么 叫做钢筋混凝土薄壁桥墩 第二个呢 叫柱式桥墩 第三个呢 什么 钻孔装柱式桥墩 第四个呢 叫什么 柔性排架桥 桥墩 好 再来看 轻型的桥台 所谓的桥台指的是 在桥的两端的啊 桥的两端的那一个 只来支撑着梁的 啊 支撑梁的 好 第一个呢 叫什么 叫尸有支撑的轻型的桥台 桥台 本身呢 结构呢 不是很重 对吧 那可能呢 承受不着后方土体和前方两体带来的压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是上部结构 说的是谁啊 说的是桥啊 说的是桥 那他他在这个地方呢 会发现有什么 有一定的支撑啊 有一定的支撑啊 避免呢 受到了力之后呢 可能发生一个坍塌啊 有一个坍塌 这个地方呢 有一定的支撑啊 有一定的支撑 好 再来看一下 埋制式桥台 什么叫埋制式桥台啊 就是我们将台身呢 整体呢 都给它埋制起来啊 埋制起来 然后只把台帽 就专门放梁的那个地方呢 给它露出来啊 露出来 有什么形式啊 有后清式的 有乐型埋制式的 有双柱式的 有框架式的 一般使用于跨界呢 在8到20米 填土高度呢 在3到5米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稍微了解 知道有后清的 有乐型的 有双柱的 有框架式的 什么呀 好了 这是我们一个桥台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一个台帽 对吧 那我们所谓埋制式 就是我们将它的 所有的东西呢 都给它埋起来啊 都给它埋起来 只留有前面 这个放梁的一个台帽 在外面啊 在外面 好 那你看 那它相对来呢 有点往后清 对吧 后清式的 后清的话 它受的力呢 是比较小的 因为你后方的土呢 是不好往里边填的 所以呢 它受的力呢 相对来呢 比较小啊 比较小 好 第二个呢 叫什么 第二个呢 叫双柱式的啊 两个柱 也是一样 我们将下边的柱呢 也是一样 给它埋起来 上面呢 只留有一个什么 来放梁的一个台帽 就消 好 第三个叫什么 第三个叫乐型 埋制式的 就是它 你看这些的话 它总体来说 两侧呢 都是啊 总体来说 是比较完善的 你看看乐型 它在这个地方呢 放上了一块块的乐板啊 放上一块块的乐板 你看这个的话 它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所谓 就是就是一个墙 对吧 而在这个地方呢 它在两侧呢 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乐板 往后就像我们两侧的 一个侧板似的啊 当然在中间呢 两个乐板中间呢 放上一个细凉 来给它连而为一 也是这样 给它埋起来 上面呢 只留有台帽来进行 还有一种是框架式的 就是我两侧的侧墙呢 不是一个完整的了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个的框架的啊 框架的 一样给它埋起来 只留上面的什么 上面的台帽来放凉就行了啊 埋制式的啊 埋制式的 好 你这个地方二届呢 你你现在的话 你考二届的话 你不用来听这个地方啊 你和别的地方呢 就说是你等会可以来听一下 我估计不知道 能不能讲到那个地方 就讲那个支架和模板的时候呢 你可以听一下 这个地方二届没有啊 你愿意听就听 钢筋混凝土薄壁桥啊 就像我们这几个形式 用钢筋混凝土来做的啊 也是一样 把它们都整体的埋起来 只留上面这个台帽呢 来放凉就消 好 第四个呢 叫做加筋土桥台 就类似我们的加筋土挡土墙 那在后方的话 放一些什么 那个 放一些拉杆 放一些垃圾 来做一个整体的啊 整体的 好 在上面呢 就留一个什么台帽来放凉就行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掌握住四个名字就行 那第一个叫什么 第一个呢 叫做 室有支撑凉的轻型桥台 第二个呢 叫做埋制式的桥台 第三个呢 叫做啊 钢筋混凝土薄壁桥台 第四个呢 叫做加筋土的桥台 原理呢 就不用去死机用被子 这个地方呢 考试的时候呢 就问下列属于轻型桥台的事 下列属于轻型桥台的事 你能给他选出来就行 好 大家看拱桥 对拱桥来说 他也有轻型的桥堆和桥台 第一个呢 是吧 是轻型的桥堆 啊 有什么 带三角改件的 还有个什么 选壁式的啊 掌握住这两个名字就行了 三角改件的话 就是在下侧 你来看啊 一定的斜称 而悬壁的话 主要在上侧呢 提到一定的支撑啊 就是三角改件和悬壁式的单向 啊 再来看他的桥台 桥台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那第一个 拱形的轻型桥台呢 主要适用于13米以内的跨境 13米以内的跨境 好 第一个呢 叫做八字形的桥台 它不像U型了 对吧 它是这样 类似于八字形的 啊 适用于需要通车或过水的 对 还有什么 U型的桥台 那跟前面一样 是吧 有背称式的 后面呢 有一定的支撑 还有什么 有靠背式的框架啊 也是一样 后面有靠有支撑 然后呢 它整体的是一个框架的结构 好 掌握住这四个名字就行啊 也是一样 掌握住四个名字 啊 你现在记的话 可能就记乱了啊 到时候 那个懂得我们再讲 后面的时候 还会再做一下 那个总结啊 好的 你来看一下 那这就是一个什么 这就是一个U型的桥台 好了 我们做好了之后呢 这这边呢 是放拱桥 那后面 这地方呢 是一个U型的啊 在这个地方呢 放放它的拱啊 放它的拱 好 了解一下即可 太快 你这个地方呢 就掌握 这个地方的话 跟大家说 你那你知道名字就行了啊 知道名字就行 我讲的再快 你把名字 你能知道名字吧 啊 所以呢 就不用说 非得给大家去死磕这些 百年不考的一个地方啊 百年不考的一个地方 我们把重点能掌握住就行了啊 好 对啊 基本上不考 所以大家就不要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快过一下 你知道可能哪些地方 可能会考就行啊 对于这种历史 乔敦来说 看一下他一些下部结构 的一些构造特点 现在我们前面都在讲 他的受力分析的时候 讲他的名字的时候 把这些地方都给大家说了啊 对于乔敦来说 他有敦帽 有敦身 有基础来构成 对于乔台来说 有台帽 对吧 放凉的地方 有背墙 就他后方 后方的墙 有台身 他本身啊 然后基础追破啊 基础追破 好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啊 下边这些地方的话 我们就不用去给大家做一些死计了 你可以发现呢 根本就没有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下部结构的特点受力啊 特点的话 你不用去管了啊 就不用去管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受力的特点 就对于那个乔敦 或者是乔台来说 他怎么办 他主要是重塑的 或者是上部产生的树向的力 水平的力和弯距啊 以及风力 流水压力 可能发生的一些地震力 冰压力 船只和漂浮的什么 撞击力就行了 啊 因为在水里嘛 在水里的话 他有一些风力啦 流水的压力啦 一些地震啦 冰压力的等等 对于我们来说 他主要承受上部的压力 那这个水平力来说的话 主要是对拱桥来说的啊 因为他有一种呢 往外进行水平的推力啊 水平的推力啊 这是他的受力的特点 受力的特点 好 你来看一下 考试的时候呢 他就这两个考 他就考什么考名字啊 不会考的很深啊 这个地方不会考的很深 你不用说瞧那么多内容呢 主要我在这个 总共咱们说这个地方 不会考案例题 对吧 不会考案例题 总共就40分的选择题啊 我路基那个地方呢 出一点 路面呢 出一点 隧道呢 出一点啊 交通工程出那么几分 然后后面呢 管理和法规呢 我还要出一点 所以那在瞧这个地方呢 冲启呢 也给你出五分的选择题 啊 不会把点的 基本纠结到这个地方 哪怕咱说 真要考这个地方的话 也就那一分 你没必要 非得纠结这一分 对吧 我们将大部分的分值呢 给掌握住就行啊 那不属于清型 凉桥清型桥台 人家说 说的是凉桥 对吧 啊 凉桥 哪一个不属于 他的一个清型的桥台 第一个呢 叫什么 叫做埋制式桥台 第二个呢 叫做被靠式的框架桥台 第三个呢 叫做加金土桥台 第四个呢 叫做钢筋混凝土 薄壁桥台 在这里边哪一个不是啊 哪一个不是 第二个吧 靠背式的话 那属于谁 属于拱的吧 啊 属于拱桥的啊 这个属于拱桥的 啊 这个时候呢 我跟大家提个小件 因为我讲课嘛 讲课的话 这个地方就没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大家下去可以怎么办啊 你在自己学习的时候呢 你这样啊 因为我们主要是让大家掌握清型的 对吧 好了 你你这样你自己列个表格 也是方便大家去学习 自己呢 找一个空白的地方呢 列个表格 然后呢 画一下 分一下 对吧 好了 画一个红线 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 梁 啊 梁的清型桥墩 什么 对吧 一二三四 然后梁的清型桥台 一二三四 然后拱桥的清型桥墩 一二三四 一二 然后呢 拱桥的清型桥台 一二 然后这样一对比啊 就行 我们没有给大家写 第一我也偷懒了 第二个的话 怎么办 让大家呢 自己下去写 反而你的复习呢 是有点功效的 如果我给大家写了之后呢 大家肯定都不会去弄了 你就直接去看讲译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写一下 等于帮你提高一定的记忆力啊 这是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 这样来走啊 这样走 一本重量的胡说八道 你干嘛呀 咋的呀 说选B啊 好 那就懒了啊 就懒了啊 来看一下这个的话 选什么 你打我呀 对吧 哪一个 哎 是13米 是吧 13米啊 好 再来看看桥梁上部结构的一个分类 桥梁上部结构的一个分类 啊 桥梁上部结构的一个分类 这是在教材的多少页了 在教材的118页了啊 118页 我们来看 第一个呢 叫什么 叫做斜胶板 斜胶板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呢 它有个什么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梁呢 是单纯的 混用土呢 是横 钢筋的话 是横平 竖直的钢筋 那有的时候呢 会发现这种情况 在这些地方呢 它会发生一些什么 不是很规则的一定的交叉啊 不是很规则的一定的交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它的特点就行了啊 第一个 贺载呢 就是我们说到贺载之后 向两支撑边之间 最短的距离的方向呢 进行一个传递 向短的方向呢 去传递 在这里边的话 你会发现支撑边 对吧 好了 上边呢 是一个支撑 下边一个支撑 然后呢 这点 这点 往哪 往短的方向呢 去传递啊 往短的方向去传递 第二个 各脚点啊 在顿角处产生较大的负弯距 大家想一下 我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呢 顿角哪 这个地方是顿角吧 我如果力作用在这的话 力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往下线呀 往下线的话 两侧是不是就要撬啊 哪 就是两侧的锐角这个地方呢 要撬起来 你想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呢 往下作用 两侧呢 就是往上撬的 对吧 顿角这个地方 有较大的力之后呢 两侧的就要往上撬 所以呢 我们在锐角的地方呢 会往上撬起的一个趋势啊 同时在均补不后的作用下啊 如果斜板桥呢 一般来说 瘦的弯力呢 比较小啊 他受的力呢 都是比较小的 好 你这个地方就记着 顶一下 如果考试的时候说 下来跟斜板 斜板 斜啊 对于斜角板桥 受力特点分析 说法中正确的是 第一个 传力往短的方向传递 第二个 在顿角受的力呢 比较大 所以锐角呢 会发生往上撬的一个现象 第三个 在均补不后再作用下 他受的力 不管情况 不管什么情况 他受的力据呢 都是比较小的 就行 这样来选啊 这样来选 不是你听到 你现在就 我说什么 你听什么就行 好吧 啊 你这个地方 哪怕你听不懂 我说结论 你能听懂吧 我说结论 你能听懂吧 第一个 主要考试的时候呢 如果出现了斜角板桥 找关键点 第一个 往短边传立 第二个啊 顿角地方受力大 所以说锐角那个地方 会往上撬 因为他在两边 第三个 在同样的情况下 不管是什么样的桥 斜角板桥 瘦的弯具是最小的 就行了 你能掌握住这三句话 就行 啊 好 再来看装配式的梯形梁 啊 梯形梁和运用力的梯形梁 他俩的话 其实呢 就是一个怎么办 都是 其实都是装配式的 一个是里边的钢筋呢 不受运用力 一个是呢 是受运用力 啊 不管是什么 你想 梯形梁呀 梯形梁的话 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对吧 这样 上面呢 叫一板 对吧 中间呢 叫勒板 或者叫副板 啊 一般是这样的 好 那块 它整体来说呢 是比较细的 所以呢 它能够怎么办 减轻结构的一个什么 结构的一个自重啊 整体来说 它能减轻结构的自重就行 减轻结构自重 啊 好 再来看这个 运用力来说的话 也是一样 它什么 大的一元 薄的副板 薄的立板 矮的啊 短 宽的矮马蹄 是吧 就说我们这个一板呢 越大啊 中间的肋板呢 给它小一点 下面这个地方呢 给它宽一点啊 矮一点 这样的话 受力呢 是比较好的啊 比较好的 这个地方 不用去做一个重点掌握 第二个和第三个呢 不要去做重点掌握啊 听我的话啊 听我的话 有饭吃啊 好 大家看 第四个呢 需要你注意的 那第四个呢 是要注意的啊 我们这些地方的话 你要听不懂 你就听我说 我让你记什么 你记什么就行 别那么纠结啊 别静啊 好 来 连续梁 连续梁的话 我们来看 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对吧 连续梁 它是在什么 在支点的地方 就是在桥墩上面 有支点 所以呢 它存在负弯距 那这样的话 它的跨中来说 受到弯距呢 是明显减少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讲什么 减少跨中的一个什么 主梁的高度 就是减少梁的截面啊 或者说我们不减少截面 可以怎么办 提高跨境啊 提高跨境 好 就是说的是这一个 那第二个呢 什么连续体系梁呢 属于什么 超定超静定的一个结构 说是它有一些多余的约束 但是呢 不会发生几何的变形啊 就知道 它属于超静定的一些结构 你看 它有什么 有用力的来约束 有火凝土的一些徐变啦 有一些不均匀的沉降啦 表面温度 但是呢 它会几何变形呢 不是很大啊 不是很大 好 掌握住 重点掌握住 第一个就行了 支点存在负弯距 所以说呢 它跨中数的弯距呢 变小 我们可以怎么办 可以要么减少跨中的面积 要么提高跨境 它还有一些什么 多余的约束力 但是呢 不会造成几何的变形 好 大家看斜拉桥 斜拉桥 斜拉桥的话 什么 相当于增大了一个偏心距的体外所 你想一想 斜拉桥不是这样吗 对吧 这是斜拉桥 啊 斜拉桥 现在那个 什么叫的偏心距 这个地方稍微了解一下就行了 所谓的偏心距呢 指的是 施力的中心 啊 施力中心 到军冲赫载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什么 结心面的一个距离 是卡通在力学上呢 我们难理解 对吧 那我们就这样来想 就是了 增大了偏心的一个体外的锁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体外呢 给他增多了很多的一些什么 体外的一些受力啊 体外的一些拉力 好 充分的发挥什么 抵抗负弯距的能力 那怎么能够节约钢材 一般来说 西拉桥的话 他都是一些钢桥啊 都是一些钢桥 那你这样的话 那我们想想 我有外力的一些锁来拉着他 来拉着他 所以呢 我们下边这个地方呢 他受到力呢 会被这个拉杆呢 给他怎么办 给他抵消了 就是什么 增大了他的体外锁 就是多增加 增加了很多的体外的拉杆 会减少我们量体本身受到力 那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减少这个量的截面啊 那来节约钢材啊 那主量呢 多点有弹性支撑 跨高跨比比较小 自重轻 体外跨跨 什么 你看 有很多的支撑 对吧 有很多的支撑啊 好 第一个增大的体外锁 就是增加了拉杆 你看这样的力量 增加了拉杆 所以说呢 我量的受到力比较小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减少他的截面 节约钢材 那在这个量上呢 有多点的支撑啊 有多点的支撑 啊 钢桥比较贵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有斜拉之后呢 可以节约钢材嘛 可以节约钢材嘛 好 大家看一下选锁桥 选锁桥的话 前面给大家说的 对吧 他主锁呢 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程度结果 什么叫选锁来着 啊 桥面 锁塔 对吧 那他的主锁呢 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呢 上面有拉杆 两往下弯 那拉杆呢 就给他往上拉 拉杆的力呢 传给这个主锁 所以由主锁呢 来起了一个 来起了一个主要的承重 那主锁呢 在埋 下面呢 有两个设计呢 有什么 由我们的地某 来给他拉 某固着我们这个主锁啊 来某固这个主锁 掌握住谁啊 主锁是一个主要的承重结构 就行 啊 再来看拱桥 拱桥的话 是由谁来受力啊 是由拱圈来受力 啊 拱圈来受力 那他受到的什么 受到是压力 对吧 压力的话 往下传递 在拱角的位置呢 一个是水平的力 一个是数值的力 啊 那所以说对后方图体呢 有一定的要求 哦 有一定的要求 好 这是我们说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说是 我给大家专门讲的哪几个 第一个 斜角板桥 怎么着啊 斜角板桥 难理解 那就按照我说的 继续进行了 斜角板桥 第一个 往短边传递 第二个 顿角处压力大 然后锐角呢 那个翘齐 对吧 第三个呢 在军部喝彩下 他受到弯区呢 都是比较小的 第二个呢 掌握谁 掌握斜拉桥 啊 在肢间呢 有反作用力 所以呢 他跨中呢 受到力呢 比较小 这样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 要么减少截面 要么加大 那个所谓的跨境 它属于一个超定定的结构 第三个的话 什么 是一个斜拉桥 斜拉桥的话 什么 在体外呢 它增加了很多的拉杆 所以说呢 它整体量的受到力比较小 我们可以减少量的截面 来节约钢材 第三个是选锁桥 主要是逐锁来承受贺载 啊 承受贺载 好 来看这道题 所以斜拉桥 一个特点的是 啊 斜拉桥 啊 然后呢 多点支撑 对吧 多点支撑啊 配金呢 要考虑重负两种弯矩的要求 然后斜拉索的变形属于非弹性 一般才能扰度原理 斜拉索的垂直分离相当于什么 都没有给大家说吧 你就不用去管呢 你就把我给大家说的那个地方给体现 所以这个这些地方主要说的是 要么是连续梁 要么说的是选锁桥 对吧 我们整个是A 主梁呢 为多点弹性的支撑 对吧 有很多啊 有很多支撑啊 很多支撑 好 那答案呢 是选A就行啊 选A 好 再来看这个 对于斜拉桥来说 你看 又是一个斜拉桥 对吧 啊 斜拉桥呢 已经考了两次了 所以呢 它不会基本 基本上就不会再出现了 错误的是 主梁呢 有多点的支撑 高跨比小自重轻 相当于减少了偏心区的体外所计算 相当于减少体外拉桥吗 不是 它外面的拉桥呢 很多啊 所以呢 用的是什么 增加了体外的拉桥啊 增加了体外的拉桥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啊 这一个 这些地方呢 就我按照我给大家讲的那个地方来记就行了 因为确实例呢 本身呢 可以不讲的啊 可是本身是可以不讲的 因为它考察呢 也不是很多啊 也不是很多 你看只是在什么 在15年和14年的考察了 161718呢 都没有出现过 好 再来看一下 斜交板桥描述中错误的事啊 错误的事 那对于这个的话 我们怎么办 就按照我给大家说的来找就行 那只选我讲的 我没讲的 那你连考虑都不用去考虑了啊 用排除法吗 错误的事啊 别想法了 上去就给我来啊 来个2345 一定要走 怎么 错误的事 第一个找什么 再什么 我们往短边传递 对吧 有没有 有向短 最短的方向传递力 哎 这个是对的 对吧 在顿角处呢 有较大的弯具啊 顿角处产生较大的弯具 反例呢 是比较大的啊 在军部贺载情况下啊 桥轴下相同的时候 啊 斜板桥最大宽的 比正桥要小 哎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 斜板桥的跨中红像 应该是有点问题 对吧 啊 不好意思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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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副玩具了 对吧 好 我自己又掉进去了 应该是副玩具吧 啊 是副玩具啊 反例呢 比较大 是个副玩具啊 产生较大的副玩具 好 我自己激混了啊 激混了 不好意思啊 所以他选错的是 选错的是A和C啊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小嘛 都是小 那么排出法之后呢 你只是选A和C啊 A和C啊 A和C啊 A和C 错误的是 别选反了就行了啊 别选反了 啊 咱来看一下桥梁的计算贺载 计算贺载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桥梁呢 受到贺载的话 有什么 有永久作用贺载 有可变作用贺载 有偶然作用贺载 还有个什么 有一个地震 在我们在学建筑的时候呢 可能将地震贺载呢 放到谁 放到偶然里边去了 但是在公路里边的话 地震呢 属于额外的啊 地震属于额外的啊 地震属于额外的啊 我还没有选币啊 我还没有选币啊 机会了啊 好 那什么叫永久作用啊 就是说我受到的力之后 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叫做永久作用力 可变的话什么 力呢 在时间的作用下呢 随着时间的变化呢 而发生变化 叫做可变作用力 偶然作用是什么 要么它不发生啊 不用不是随时发生的 可能在某个点呢 才发生的啊 某个点呢 才发生的 好 那地震那不用说了对吧 受到地震之后受到力 那在这里面的话 可变作用 不用去管了 地震作用呢 也不用去管了啊 了解一下永久作用 掌握住偶然作用就行 那我们用排除法就走了嘛 好 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叫做永久作用 就是基本上呢 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你看第二 是吧 叫做结构的重力 你这个桥 胶住完是多少吨 十年以后的话 也基本上是这么多 这个重量 它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对吧 有人说了 老师 万一呢 它掉下去一块皮呢 你不要考虑那样啊 对吧 我们在大方向上的话 这个结构的重力呢 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第二个呢 什么是预加力 就是说我们提前给它施加的运用力 也是基本上不会发生改变的 土的重力 土的侧压力 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 是有的浮力基础的一些东西 那对于这些的话 都属于一个永久的 它基本上是不会随着时间的发生变化呢 而改变啊 而改变啊 可变作用啊 可变作用 随着时间的而发生改变 你看汽车 啊 汽车呢 有大有小 对吧 汽车带来的冲击贺载 什么灵犀利了 只要是汽车引起的 都是什么 都是可变的 因为汽车不是我们说固定的 人呢 也是一样 一会儿十个人 一会儿二十个人 也是啊 疲劳的 风的 对吧 风呢 基本上全年有风 那它也是什么 可大可小 它不是偶然的 你不能说 一年吹一次风 好 流水的压力 冰压力 波浪力了 温度了等等 这是什么 是可变的 了解一下 那我们掌握什么 掌握着偶然作用就行了 那偶然作用 第一个是吧 传播的撞击 你并不是天天让船来撞击 第二个呢 是什么 是漂流物的撞击 你也并不是天天那个漂流物来撞船 来撞桥 第三个是汽车 也不是天天有汽车来撞这个桥 啊 这个地方是冲击力 汽车带来之后呢 它肯定会有力 啊 这不是撞上去的啊 这是撞上去的 并不是天天有车来撞桥 啊 这是三个偶然作用 掌握住它就行了 啊 地震作用不属于偶然的 它属于单独的 因为它来的力呢 是很大的啊 很大的 好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书上不是吗 哎 你别的 将自己在那纠结过不去了 对吧 你就听短边就行了 怎么在那纠结就过不去了 这 啊 真的是过不去了啊 好 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总共就两个边 一个长边 一个短边 对吧 只要是短边不就行了吗 啊 哪个属于偶然作用呀 船不是天天撞的 对吧 车不是天天撞的 啊 那人说了冰 老师你冰也不是天天撞来冰呀 你想想冰的话啊 冰的话 它是一年四季里边冬季回来 是一个长期的啊 它在冬季来说也相对来比较长期 但是它属于变化 对吧 可能冰呢 有厚的 可能有流冰 它是 它不是偶然的 因为我们说了 可能呢 这一年呢 都不会有船来撞 十年呢 撞一次船 这是偶然的吧 但是冰的话 我们知道 哎 每年呢 这个地方呢 都会结冰 所以呢 它是一个什么 可变的啊 是一个可变的啊 所以答案呢 是选A和C啊 别在那个对 我就怕有人问啊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说完了啊 然后呢 我们肯定支架这个地方 也讲不完了 那大家拿出来讲义 讲义的话 会发现 呃 大家在最后两个地方 是不是有加了两个思维导图啊 那这是这些答案给大家的 就是说 我们每讲完了一个章节呢 给大家做一个考点的 给稍微的做一个梳理啊 那就给大家放到了 之前呢 一直忘了 所以呢 这次给大家放到后面去了 可能那字呢 比较小 这个呢 不是说让大家非得说 拿着它去复习 就是说 我们在看的时候呢 以它作为一个脉络 去做一个复习 主要做了一个基层的梳理 做了一个 沥清火牛土入面的一个梳理 对水泥和那个中央分个带的话 因为考点呢 比较少 就没给大家做一个特别大的梳理 就是按照我讲的就行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啊 常用模板支架和拱架的设计施工 在我们讲桥的这个地方的话 桥呢 总体呢 都是混用土结构 胶筑混用土的话 是需要模板的 那这是第一个 是模板就出来了 第二个呢 什么叫支架和拱架呢 你想一下啊 这是一个桥墩 这是一个桥墩 对吧 我在上面呢 如果要胶筑这个梁片的话 你来看 我把这个混 这个模板搭到这 下半没有东西来支撑着 那这个模板呢 就掉下来了 所以呢 我们在下面呢 放上支撑 这什么 这叫支架啊 梁式桥呢 叫支架 拱式桥呢 叫拱架 是这么来的啊 这么来的啊 在装机的就是偶然的啊 来看啊 常用模板支架和拱架的一个设计啊 首先这个地方呢 可能会考案例题 要么他不考 要考的话 按理题的概率呢 是比较大的啊 来看 承报人呢 应当在制作模板 拱架和支架前14天 向监理工程师提交施工方案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承报人呢 能不能擅自制作模板 支架和拱架 是不能的 他需要在制作拱架 模板等14天以前 告诉监理啊 我的施工方案 第一个 是不能自己去制作的 一定要经过监理批准之后 方能去制作 所以那我们在制作前14天 去告诉监理 我的施工方案 是我是如何去做这个模板的 如何去做这个支架和拱架的啊 那这个模方案里边有什么呀 哎 工艺图 这是我们这个模板支架啊 等的一个示意图 什么 他能受到的强度 什么叫强度 发生外力之后 不不发生破坏的 叫强度 不发生变形的 叫刚度 不发生失稳的 叫稳定性的计算书 就是他的受力分析书啊 一个是工艺图 一个是强度 刚度 稳定性的一个计算书 好 经过监理批准之后呢 方可进行 同时注意下 监理工程师的批准和制作的检查 不满除 并不满除 免除承包人对此应付的责任 什么意思啊 好了 给你一个案例背景 说承包人呢 在制作模板拱架和在制作模板前14天 将其施工方案呢 交给监理工程师审查 监理审查完了之后呢 监 那个承包人呢 在制作完了模板 在施工的时候呢 因为模板发生了安全事故 为你这个责任找谁啊 这个责任呢 找承包人 说监理呢 虽然说他检查完了之后 但是呢 不免除承包人的责任啊 主要责任的话 还是由承包人呢 去承担 但是承担完了之后呢 相关方的可以追究监理的一些 他的监理责任 但这个时候呢 并不满免除承包人的责任啊 不免除承包人的责任 他该承担的还是承担 但是监理呢 这个时候呢 是到后期再说啊 后期再说啊 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模板 拱架支架和拱架的一个原则 首先第一个 优先使用焦合板和钢模板啊 对于这种的话 他的变形呢是不容易发生的啊 这个焦合板的话 我们家有好多的啊 我爸都是从工地上拿过来的 发现的话 拿过去之后呢 确实挺好用的啊 变形了 不容易发生变形 对吧 然后呢 拿着东西切割的话 也不好切割 确实它的 它挺结实的啊 挺结实的啊 然后呢 这是钢模板 这个木模板的话 能不用就不要用 因为可能会发生变形 或者漏浆等等啊 要验算什么 强度 钢度和稳定性 板与板之间的话 要接缝呢 要平整 要紧密 不要发生漏浆啊 不要发生漏浆 好 再来看 那不管是模板还是支架 不能随便的去设计 一定要什么 进行施工图的设计 啊 按照图纸呢 去设计啊 经平准之后呢 方可用于施工啊 方可用于施工啊 在模板上设置的吊环 严禁采用冷加工的钢筋呢 来制作 哎 我们这个吊环的话 是未来呢 来吊这个钢板的 对吧 那它的受拉的能力呢 是比较大的 啊 如果说冷加工的话 它的受拉呢 不是很好 可以发生什么 脆性呢 是比较大的 真的是严禁采用冷加工的钢筋呢 来制作这个吊环 一般是什么 处理好了之后的啊 处理好之后的 冷加工的话 相对而言 它的受拉啊 以及它的冷脆性 冷脆性呢 是很大的啊 或者是受拉呢 不是很好 真的是严禁采用啊 而且呢 它受到力呢 是不能大于50兆帕的啊 50兆帕的啊 这个地方呢 二件的话可以来听啊 这个地方呢 二件可以来听啊 这是二件 今年新加的啊 二件新加的 好 支架高度大于4.8米的时候呢 在顶部和底部设置水平的剪刀撑啊 看后面有没有那个图啊 图是在后面 好 我们在后面 就是当大于4.8米的时候 这是支架 这是竖向的立杆 这是横杆 对吧 当它整体来说 架设高度大于4.8的时候呢 我们要在顶部设置水平的剪刀撑 要在底部设置水平的剪刀撑 好 这是说的这个地方 大家看 啊 然后呢 中间水平剪刀撑的设置间距呢 不大于4.8米 就说我们剪刀撑于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说剪刀撑与剪刀撑之间的大 是不用到大于4.8米的啊 剪刀撑与剪刀撑之间的距离呢 是不用大于4.8米啊 4.8米 好 再来看 支架的高宽比呢 一小于等于啊 一小于等于2 当高宽比大于2的时候呢 一扩大下部架体尺寸或采用其他一些措施 那大家想要给大家简单画一下 你来看啊 这是高度 对吧 这是宽度 高宽比啊 或者我们总体来说就是 这是一根支架 对吧 上部呢 是它的横杆 这个地方是横杆 这个地方呢 是高度 这个地方呢 是宽度 高宽比大于2的时候呢 就代表我这个高度呢 是很高的 H比上B 大于等于2 就代表我的高度呢 是很高了 那你想 高度很高 那我这个 它的整体的稳定性呢 就不是很好 你也知道 我们有个钢筋力在这 你在上面施下一个力的话 它会受弯 对吧 那对于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当高宽比大于2的时候呢 我们一扩大下部架体的一个尺寸 我们可以在下部呢 稍微给它改一下 稍微给它改一下 或者采取一些 加一些斜冲啦 剪刀冲之类的 来起到一定的稳定性的作用啊 是最好不要大于2的 因为这样可能会发生 失稳的现象啊 失稳的现象啊 相比 二件事又在找我的事情了啊 要我准 二件已经给大家补在金奖班里了啊 你当时都给大家说了啊 都给大家说了 好 来看一下设计贺载啊 设计贺载 设计贺载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模板支架和拱架 在施工的时候呢 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贺载啊 受到什么样的贺载 第一个 模板和支架 它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贺载 第一个它受到本身的自重啊 本身的自重 第二个呢 受到什么火牛土 钢筋 用力 或者一些其他的结构物的什么重力 第三个呢 是吧 是受到施工的一些贺载 焦住好的火牛土之后呢 震到火牛土 它会受到什么震动贺载 啊 那模板呢 我们焦住火牛土 火牛土往里边焦住的时候呢 是这是一个模板 对吧 往里边焦住火牛土 火牛土呢 第一个呢 是有一个往下冲的贺载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水平对两侧的侧膜发生的贺载啊 叫什么 对侧向的压力啊 火牛土入膜时产生水平方向的冲击贺载 是一样的啊 这个地方是水平的水平的 这个什么 是焦住完的火牛土 它有一个向下的压力 有一个侧向的力 这个是新焦住的时候呢 有一个向下的 有一个水平的 说的是侧向的一个冲击力啊 水平方向的啊 如果这个支架在水里边的话 它会是什么 受到水流的压力了 波浪力了等等啊 其他可能产生的贺载 比如说风贺载 雪贺载等等 那我们要掌握住什么东西 要掌握住前面这个表格里边的第一行 啊 对于模板 对于梁和板和拱的底模板啊 它的支撑板 以及支架等等 就是梁底部的那个底模 它底部的那个支架 支撑受到了力的一个分析 如果要计算一下强度来说 就计算一下受到了多大的力 这个梁板拱 它的底模才不会发生破坏 那大家想一下一个问题啊 大家这样先想一下 我们说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底模 然后我们来看 如果受到了力之后 这是一个底模 画一个线啊 对吧 画一线再有一个底模 这两侧呢是端模啊 那就想这个模板的底部 受到什么的力的时候呢 它下部才会发生破坏 受到什么的力的时候呢 它下部才会发生破坏 因为我在讲桥梁的地方呢 二建的后还没有出新教材 后来觉得变化比较大 就给大家那个 只要大家购客的话 都给大家开了敬奖班 那到时候你可以听那个地方吗 对吧 主要是受到向下的力的话 所以呢 这个模板是不是才会发生破坏啊 那你想侧向的力 往水平走的话 对于我这个底模 有没有影响 水平走的 就是说这个上部啊 我在混凝土 这个模板里边 这个模板里边 叫做混凝土 水平的话 对于我这个底模 有没有影响 没有吧 所以呢 验算强度的时候呢 我们找什么 找往下走的重力 不就行了吗 第一个 模板它自己的重力 模板它自己的重力 会导致破坏吧 第二个 新胶筑的混凝土 钢筋用力 来带来的重力 是吧 往下走的 第三个 施工人员 施工设备 施工材料 这种贺载 这些的话 都是往下走的力吧 第四个 震倒混凝土 产生的震动贺载 震动有没有往下走的 选择 选择 震动有没有往下走的 震动是不是往下走啊 当然有一定水平 但这个地方主要说的是震动 往下走的贺载啊 主要主要是往下走的贺载 是不是也要考虑啊 好 大家看 对模板侧面的压力 没有影响吧 对吧 对模板侧面的压力 没有影响 所以呢 就不用考虑了 好 入模时产生的水平方向的 冲击贺载 是不是也没有影响 因为是在水平方向的吗 我们主要说的是 数向的 好 第七个 先不看 第八个 可能产生的贺载 如风贺载 雪贺载 你看风贺载的话 我们先不管风贺载 我们先说雪贺载 对吧 当下了雪之后呢 雪是不是也是在上面 也是一个往下的力吧 那这些的话 也要给它考虑到进去 啊 我们的第五个和第六个呢 是不会当成破坏的 好 那第七个要不要算呢 第七个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力吧呢 有底膜 底膜的下面有什么 有支架 它是两个都有一块算到进去的 就总体来算 你想想支架 支架如果立在水平方向的 水里 立在水里之后呢 水给它冲了 比如说水冲这个支架 水冲这个波浪力 等等 这个波浪流 这些波浪啦 之类的 船这些 是不是会造成我们支架的一个破坏 所以呢 我们在验算强度的时候呢 是一二三四七八 这个七呢 也是考虑进去的 七呢 主要是对支架这个地方呢 造成了个破坏 啊 验算强度的时候呢 是一二三四七八 一二三四七八 好 这是说的掌握住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好 大家看一下 验算强度 什么叫强度 主要指的是变形 变形的话 你看 它是没有五和六的 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这个底膜板和支架的话 肯定是没有五和六的 就是没有水平的啊 没有水平的啊 那这个地方说的是啊 说的是啊 说的是变形 变形的话 主要考虑到结构的自重啊 结构的自重 以及什么 以及我们受了的外来的一些压力啊 外来的一些压力啊 对于我们施工的时候的贺载呢 是不考虑进去的啊 变形不考虑施工贺载啊 所以这个地方好记啊 怎么来记啊 第一个 肯定不选水平方向的五和六 不管是靠强度还是靠刚度 都不会选进去的 第二个 对于我们刚度来说 是不考虑施工贺载的 什么施工贺载啊 第一个 人带来的贺载 第二个 施工机械带来的贺载 这两个呢 是不考虑进去的 只考虑结构自重 和外来物的自重就行 啊 掌握住这个地方 选择体的考点啊 选择体的考点 啊 大家看稳定 稳定这个地方呢 稍微看一下就行 这些数字呢 很多啊 数字很多 那大家记不住的话 我们就不用去死记了啊 好了 立柱呢 要保持稳定 不发生失稳 那好 那验算模板的时候 验算轻负的稳定系数 不能小约 1.3 啊 1.3 对指甲来说是1.3 对于拱架来说的话 不小约 1.5 一定要保持稳定啊 稳定 好 大家看一下强度和刚度 强度和刚度 这地方又有一些数值 对吧 数值太多了 硬不硬去记 你别去死记了啊 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话 你不要去搞 把这些地方呢 放到大家作为一个重点的 记忆地方啊 这些数值的话 真的是啊 让你来考的话 让你就是哪怕你记住了 真的在考试的时候呢 也会选反 那我们没必要把经理 向到这些地方 我们主要把经理放到 施工的相关要求上就行 施工的相关要求上就行 说了吗 强度是发生破坏 刚度是发生变形 变形 好 给大家下课了 就啊 先把这个施工呢 就不说了啊 施工就不说了 他说的是谁啊 说的是啊 模板支架设计中 用考虑的贺载 其中现胶钢筋 混凝土 我在设计强度的时候呢 我要考虑什么东西 对吧 设计强度时候 考虑什么东西 考虑什么呀 哎 考虑 主要是先选什么 先选数项的 不选水平的 对吧 先选数项的 不选水平的 那好了找什么 模板自重 是数项的 有吧 好了 你看这里边 只要没带一的 哎 删掉 是不是删掉了 大家看 新胶混凝土 等等 它的自重 是一个数项的吧 哎 选上 人员的材料机具 对方的贺载 是一个数项的吧 哎 要考虑进去 啊 震倒混凝土时 产生贺载 是一个数项的吧 侧面的压力 不考虑 我们只考虑底部的啊 树项的压力 侧项的不考虑 或者这样来想 啊 我老师说了吗 强度的时候呢 只考虑树项的 不考虑水平的 所以呢 侧面的压力呢 找一下带五的 给它删掉 对吧 在这里边呢 他带五就不用去了 啊 那就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12367 一个是12347 你来看六 清淡混凝土产生的水平核载 是不是也是一个水平呢 水平的话 我们就不用去考虑了 所以那六呢 删掉了 那这样的话 用排除法 大家呢 是选C 啊 是选C 啊 只要有水平就错了啊 有水平就错了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就说的是我们的一些基本 哎 我这个 这个标题呢 给删掉了啊 啊 还有四分钟 是吧 啊 你能不能不要催我 我不着急 你就别着急 对吧 我们后期可以加课嘛 啊 后期可以加课嘛 你这个地方 你招啥急啊 啊 招啥急啊 刚刚说了嘛 刚刚说了强度跟钢度 强度是发生破坏 钢度是发生变形啊 就讲到这吧 啊 下去呢 大家 我跟大家说一下下节课 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下节课要注意的问题 稍微提点速度就说的快 所以我还不是慢慢的讲的 对吧 大家都学好啊 学好啊 对 就脑子变形 稳定是失稳了 不不稳定了 来 大家看一下教材 给大家说一下啊 下节课的话 首先的话 2020的话肯定会讲完 然后呢 3030啊 你现在 能够啊 看啊 一种两节课 类似我啊 我还有二件的课呢 啊 我们要跟他说 从129页 129页的话 从钢筋混凝土施工技术 这个地方的话 给大家说啊 用力钢筋和用力混凝土的话 你可以先不用看 我讲到上部结构的时候呢 回家给大家讲用力 所以呢我们在预习的时候呢 从129页开始看 这里边呢 只要带着用力的 那我们就不用去看了啊 你就往下看 看到大体的话是 看到我们的 给大家说到哪个地方就行了啊 说到145 大不多 大刷多 差不多啊 能讲到145啊 荷包混凝土呢 不是很多啊 差不多能讲到145啊 就行 指点是向上的副弯具啊 指点是向上的副弯具 指点是向上的副弯具啊 好我们今天啊 就讲到这了 就不脱套了啊 啊 计划是5月份 你不用着 讲不讲得完 不是你着急的事啊 反正呢 后期的话 当二件呢 毛的差不多了之后呢 我们会给大家加课的啊 你这个呢 你不用操心这个事情 我们心里都有数呢啊 肯定会给大家讲完啊 肯定会给大家讲完 好了 那我就走了啊 就走了 拜拜啊 拜拜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